第224集 其实 他们是为这个城市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大黑哥 回来了 大黑哥 有客人来了呀 大黑哥 我那笔款子麻烦你帮我催催呗 所有人见了大黑 都热情地上来打招呼 大黑含吼地笑着 然后一一回复 儿子他妈呀 来客人了 嘿嘿 整俩好菜 弄两瓶二锅头去 大黑领着一好寻来到一个集装箱的前面 一个女人在忙活着 大黑抱起一边 一个正在写作业的七八岁的小男孩 甩了几拳 用他刺刺的胡茬去扎儿子 爸爸 你又不挂胡子 小男孩的小巴掌摔在大黑的脸上 啪啪作响 大黑大笑道 嘿嘿嘿 你小子大人越来越疼了 叫叔叔 叔叔好 小男孩一问正经地叫道 哎 好 叶好轩笑着回应 大黑 来客人了吗 女人从集装箱里探出脑袋来 是啊 我的又命恩人哪 我的双手就是他之后的 大黑爽朗地笑道 啊 你不早说呀 都做好饭了 我去弄点菜去 一听说是救命的恩人 女人连忙把手 在围裙上擦了几下 就要向外走去 嫂子 不麻烦了 随便吃点就好 我这个人也是穷苦出身的 叶好轩连忙拦住了他 那怎么行 你可是我们大黑的救命恩人呢 第一次来 怎么能委屈了你呢 你们先坐 我马上就回来 女人边说边麻利地走了出去 走 叶医生啊 进去坐吧 家里太简陋了 哈哈 大黑喊口地笑了笑 任谁也不会想起来 前一秒 他是气势汹汹的斧头帮老大 叶好轩点点头走了进去 虽然家比较小 但是应有尽有 而且挺温馨的 挺有家的味道 在一个煤火炉上 一个黑色的瓦罐 不停地冒着白气 阵阵的饭香迎面扑来 那种香气十分的自然 浑然天成 就好像是不经人工一点加工 大自然自动生成的饭菜一样 大哥 这里面炖的什么呀 挺香的 这个呀 我们农家的大锅菜 就是各种食材乱炖的东西 你要是喜欢 一会儿多吃点 大黑呵呵笑道 这是什么 叶好轩一转身 一眼瞥见一个白色的小马一样的东西 上面还有一个小人 整件东西浑身通体 发出肉眼不可见的荧光 叶好轩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一定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 他心中瞬间狂跳 这个呀 不知道啊 是那婆娘从那捡来的萝卜吧 不过样子挺奇怪的 是我在路上捡的 大黑的儿子跑过来叫道 什么东西就乱往家里捡啊 大黑瞪儿子一眼 万一不干净怎么办 你别怪他 这个东西是宝贝也说不定的 叶好轩拿过那东西 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 看着他心中狂跳 一种按捺不住的习意 从他的心头升起 他已经确定了 这东西就是传说中的芝麻 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 身上充满了灵性 可以说是一种灵物 这种东西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就算是见到 也多半捉不到 叶好轩翻过来 细细地看了一番 只见芝麻的背部有一点红点 显然是人为的 可能是有高人在捉这个东西 芝麻中招后逃跑 跑到了一半的时候力气用尽 这才被大黑的儿子捡到 嘿嘿 这能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大黑咧嘴笑了笑 大黑哥 这东西 你还是不要留在家里的好 叶好轩突然严肃地说 大黑原本就不是一般人 他心中一脸 然后问 叶医生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芝麻 一种灵物 很珍贵 如果你想过平凡生活的话 还是不要沾染这些东西比较好 我明白了 大黑点点头 他原本就不是一般人 接触到的东西比平常人多 叶好轩这一点 他就回过身来 他笑道 那这东西就给你了 反正在我们凡人眼里 这就是一根烂锣吧 那好 我出等家的钱买下吧 叶好轩点点头 等家 你别开玩笑了 我是天生的穷人命 不能有钱 一有钱的话死得快 这东西你拿去吧 就算是谢你的救命之恩 黑子摇摇头 你知道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吗 叶好轩苦笑不得 哪有天生穷人命这种命格 你别说了 这东西放在我手里没用 放在你手里可以救人 所以在你手里 比我手里有用 别再提钱啊 我如果真的想要钱 分分钟的事情 拿去吧 你遇见了 也算是机缘 大黑认真的说 叶好轩见他态度坚决 于是便点点头 把这东西收了起来 这东西在他的手里 确实很有用 和大黑聊了一会儿的天 他的妻子就回来了 弄了几个卤菜 和两瓶白酒 叶好轩和大黑 对应了起来 大黑喝酒 是属于那种豪放心的 嘴一沾酒瓶 大半瓶酒就下肚了 因为喝酒太快 招来他妻子的一阵白眼 家里还有客人呢 你就不能慢点喝 丢人不 大黑黑黑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两口子其乐融融 日子过得挺融洽 叶好轩突然羡慕起 他们的生活起来 他突然想 如果哪天自己 也过够了都市的生活 是不是也可以携众美 一起去过一过 平凡人的生活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民工慌慌张张的 跑了过来 大叫道 大黑哥 不好了 那帮人又来赶我们走了 他妈的吃个饭 都不让人安省 老子好好的 教训教训他们去 大黑大怒 把手中的酒瓶一丢 然后跟着那人 跑了出去 叶好轩和他老婆 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也跟着跑了过去 这个废弃的工地 也住了几百户人家 有的住在集装箱里 有的则是在废弃的楼盘里 用塑料袋 搭起的房子 大黑扯着嗓子一吼 都出来了 有活干了 随着他这一吼 这里就有近百号人 抄着菜刀 涌了出来 跟着大黑急吼吼的 向楼外赶去 这个废弃的楼盘 已经被某个开发商 接手了 但是具体的合约 还没有谈拢 但是这个开发商 已经来这里赶人了 跑到楼盘的外面 只见一流黑的轿车 已经在那里停着了 为首的是一个 大肚男的中年人 他戴着金边眼镜 一副丝丝纹纹的模样 他本身并不胖 但是那个大肚男 打得出奇 所以说他整个人 看起来都有些畸形 够老五 你他妈的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只要你们的合同 真的签下来了 我们马上搬走 大黑睁着眼 对着中年人吼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楼盘我接定了 我接了之后 马上就开工 所以你们这些人 赶紧搬走吧 免得到时候 耽搁了我们的工程进度 勾老五 扶了扶青丝眼镜 声色有些巨傲地说 担你妈了个八字 你他妈的 欠我们几十万的工钱 还没给呢 你这个谢莫杀驴的家伙 就是想赶紧 把我们赶走 然后你的工钱 也不用给了 对吧 大黑大怒道 是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你老实一点 我可能看到你们累得跟死狗一样 帮我盖房子的份上 给你们一点工钱 你们要是不老实 毛都别想见一根 勾老五冷笑道 你嘛 姓勾的 说这话 你还有一点良心吗 我们辛苦的帮你盖楼赚钱 到头来你这样的对我们 你的良心被给我吃了 砍他 不要跟他废话了 砍了他 老子的工钱不要了 活出去一条命 也要把这个黑心的老板砍了 对 砍了他 砍他 勾老五刚才的话 已经激起了群奋 这近百号的人 挥动着手中的菜刀 叫着要把勾老五给砍了 勾老五吓了一跳 他连忙躲到了带来的小混混后面 叫嚣道 你们这是违法的 这楼盘不能住人 我马上报警 让警察来赶你们走 大黑的手一挥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大黑盯着勾老五叫道 姓勾的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在这里住的都是穷人 你们京城的房子太贵 我们住不起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那就走吧 给我们留条活路 你们的合同下来后 我们马上搬离这里 嘿 你想都不要想 这个楼盘已经是我的了 你们这是非法占地 要么走 要么我马上报警 勾老五威胁道 楼盘是你的 那你签署的合同拿来 相关手续也拿来 拿不出来 滚 叶好轩淡淡地说 对 你拿出手续来 让我们看看 你是谁 勾老五斜着眼睛 扫了叶好轩一眼 我只是一个医生 叶好轩淡淡地笑了笑 医生 医生 京城真的是变了 什么时候医生也有资格和我说话了 勾老五巨傲地说 你跟这些民工一样 都是贱命 我说让你们走 你们就应该马上给我滚 见命 是吗 叶好轩冷冷地一笑 他突然猛地冲入人群里 一把抓住勾老五的衣领 把他拽到民工的这一边 一脚把他踩到脚底下 叶好轩的动作太快了 以至于勾老五带来的小混混们 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叶好轩在他小腹狠狠地踩了一脚 勾老五残叫出声 这些小混混们才发现 他们的老板已经被叶好轩给抓走了 放开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上面有人 你敢伤了我们老板 你们就等着蹲大牢吧 住口 叶好轩右脚一顿 勾老五的嘴角冒出血花来 他痛苦地趴在地上 像是死狗一样 那群小混混马上住嘴 再也不敢说话了 这些人都是底层的人 有必要跟他们过不去吗 叶好轩冷冷地说 你妈 碰 叶好轩又一脚踹到他的大腿一侧 勾老五凹的一声 抱着大腿冷汗直冒 下一脚可就没那么准了 我下一脚 就直接踩到你的命根子上 哼 叶好轩冷笑道 勾老五瑟瑟发抖 再也不敢说话了 要么 你把这楼盘的合同拿来 要么你就滚蛋 还有 在滚蛋之前 把这些人的工钱结了 叶好轩冷冷地说 休想 勾老五咬牙切齿地说 没用的 这小子就是一个铁公鸡 大黑摇摇头 是吗 那你走吧 叶好轩突然松开了脚 众人一愣 怎么说也要好好地 教训教训这小子 至少一人踢他两脚 出出气 叶好轩怎么就这么 轻易地放他走了 算你小子实相 我告诉你 老子上面有人 你这鸡脚 老子鸡下了 勾老五向着叶好轩 比了一个中指 然后蹒跚地离开 走吧 如果你走了 我保证你的布局 这辈子都治不好了 叶好轩淡淡地说 勾老五的身子一颤 愣在了当场 他怒道 你说什么 你吃的那些药 是没有用的 想把布局治好 而且要儿子 这个得问我 我是一名中医 你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勾老五脸上殷勤不定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也是贫苦出身吧 有一次工伤的时候 伤到根了 所以才会布局 想要儿子吗 叶好轩淡淡地说 要 做梦都想要 叶好轩的话 戳中了勾老五的心事 他差点没当场哭出来 他原本也是包工头出身 可是当年一次工伤 伤到了蛋蛋 导致布局 他现在已经快五十了 连半个儿子都没有 他这一死 这些年奋斗下来的积蓄 可就全部便宜了 自己包养的那个妖精 你能治吗 勾老五小心翼翼地问 他这些年 看了不少的大夫 也吃了不少的药 但对于他的布局 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叶好轩一语就能说出 他症状的所在 他有种直觉 这个年轻人肯定不是简单人物 当然能治 现场就能见效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叶好轩取出两根金针 如果治好了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勾老五激动地说 不需要 给他们留条活路 把他们的工钱结了就行 我分文不取 叶好轩淡淡地说 治好了我 我双倍给他们 勾老五咬牙切齿地说 那好 叶好轩走到那人的跟前 让他放松 然后手中金芒一闪 树根金针已经扎到了 勾老五身上的几处穴位处 叶好轩下手速度极快 别人甚至都看不清楚他是怎么落针的 他针一停 然后右手一扶 从银针上度过一丝针起来 叶好轩现在身具浩然针器第三重 用金针治疗他的布局 真的是杀鸡用牛刀了 叶好轩的针一收 勾老五只感觉到身上热气直流 他尝试地想了点少儿不移的画面 果真啊 小弟弟竟然微微地抬起头了 我好了 我真的好了 勾老五激动地要哭出声来 多少年了他都幻想着有这一天 可是真的等到这一天 他又激动地语无伦策 这个药吃一星期就会彻底好 谢谢 勾老五伸手去抓药方 钱呢 叶好轩地收一收 马上派人去银行取钱 六十万快 勾老五命令一个手下 不需要 我们只是要我们应得的 你多的钱 去还下你这些娘黑心 卖下来的钱吧 大黑鹤道 勾老五现在没有空理会的 他激动地抓着叶好轩的手臂道 神医 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生一个儿子 你的应得要是多的话 当然会心想事成 叶好轩淡淡地说 应得 应得是什么 勾老五一针 就是你平时做好事的功德 但是我想 你应该没有什么应得了吧 想一想自己这些年赚了多少黑心钱 赶紧补救吧 不然的话 你这辈子真的会断子绝孙的 十一 你说的是真的 勾老五 报应来了 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勾老五把工资痛快地跟大黑他们结了 然后真诚地道歉 并向叶好轩请教了一些关于应得方面的问题 叶好轩半忽悠半恐吓地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 虽然这家伙半信半疑的 但是以后 想必不敢再拖欠工人的工钱了